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因为爱邦人的迫害 抑或源于大自然的灾祸 经文中没有名言 总之他们正是面对不容易的日子 这一首是一首集体的哀歌 百姓向耶和华发出呼求 第一至三节 回想过去 诗人指出 神在以往的日子 曾经向他们施行拯救 向他们赐下赦免之恩 并且带领他们从秘老之地归回 一些都显明神慈怜的作为 而这些恩典 正是他们在困苦中向神祈求的基础 因为深信 神必会如往显一样 向他们伸出救助之手 第四至七节 思想当下 诗人在讨告中 不单止描述他们的惨犯 最重要的是 向耶和华发出哀求 求神只息怒气 搭救他们 在第五至第六节 诗人发出多个反问的语句 这样并不是表示他们对神全有怀疑 反而是表达出他们恩着神过往的作为 而坚定相信神今天仍然会帮助 所以 诗人祈求神动功 让他们可以再一次尝到救恩的滋味 第八至到十三节 祈想将来 诗人充满信心地呼吁百姓 要听耶和华的话 并且要离开妄行 这样的话 神的救恩必然会临到 神要与人同住 当神临在的时候 慈哀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的情景就会出现了 这个就是罪得赦免的结果 神与人的关系恢复和好 在灵里面合一 这种美善的果效更能够为及大地 实现神公义治理传地的愿景 就是全面的复兴 盛放 当诗人导出回想过去思想当下 和气想将来的历程时 他刻意地指出关键所在 诗人多番使用含有转 意思的字和句子 例如 救回 收转 回转 转去等等 人从背叛中回转 神可以从列路中转回 这样 局面也都因而得到翻转和改变 回转 就是我们今天上上讲到的悔改 当人犯罪 网行己路的时候 就是背向神的姿态 但一天 人各五了 就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 从背向神 转为面向神 仰望神的姿态 这个是一种回转悔改的描述 悔改 不只是心态上的悔悔 而是行动上的改变 否则 就会落入一种悔而不改的虚假境况 人虽然不断地悔悔 自己做得不好不好 却是不能够完全体验 神奇妙的恩典 也都不能够为人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复兴 耶和华神不是不愿意拯救 不是不乐意诗恩 但祂绝对不能够视有罪为无罪 不能够不施行公义的审判 我们必须回转 必须理行我们的部分 并且聆听 紧遵神的话语 才能够享受神的封印 看见祂荣耀 彰显在全地 让我们同心祈祷 充满慈怜又公义的主 倘若今天 我们偏行己路 离开了祢的道路 愿祢赐我们一伙 愿意回转悔改的心 好使我们可以重回正轨 与祢复和 生命得着洁净和復兴 并且能够遵从 配合祢的心意 让祢的公义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